我們現在已經把圖傳接到這台相機 所以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的即時影像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穩不穩 然後順便來跟人家分享一些比較有趣的 我現在已經把圖傳裝到這台相機上面了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就是我們的即時影像 所以就看看到底順不順啊 然後到底有沒有吊格啊 延遲之類的啊 你們自己看 那我們就來分享一些我在說明書上看到比較特別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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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塗傳已經接上我們這台相機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的螢幕就是接收器接著的螢幕 所以這現在就是一個即時的影像 那我們接著這個看 好了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發送端裝到這台相機上面了 這邊是接收端接到這個螢幕 所以目前是一個即時的影像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穩定程度 還有它的延遲之類 我們現在是設在Quality 那我們就順便分享一下它的說明書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東西 像是我們整個是無風扇的設計 所以外面的這個金屬機殼就直接散熱 不需要任何的風扇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它可以連接手機的APP 那我現在目前手邊沒有Apple的裝置 它只有iOS可以使用 所以你可以使用iOS的手機平板 直接就是Wi-Fi連接 你可以直接馬上看到圖像 而不用接收一個接收端 就直接用手機平板就可以監看啦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完全可以匹配 Jesus Christ Jesus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 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發送端裝到這台相機上面 接收端裝到這個螢幕上面 所以現在是無線傳輸的即時影像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流暢性 它的調格有沒有調 還有它的延遲之類的 那你們可以自己看 反正我們我們現在就 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發送端裝到這台相機上面 然後 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發送端裝到這台相機上面 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發送端這邊裝在這個看ggie上面 然後這樣子碰到現在就無線傳輸的即時影像 所以我們現在也已經把 所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把 我們現在已經把發送端裝到這台相機上面 然後我們接收端裝在這個螢幕上 然後我們接收端裝到這個螢幕上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看延遲、吊格、流暢程度之類的 那我們就藉著這個時間來分享一下說明書 我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功能 像是我們是完全無風扇設計 就是金屬機殼完全零風扇 也不會有什麼東西會卡到裡面之類的 而且也不會有任何噪音 第二個就是有無線藍牙的 而不...卵牙... Jesus Christ 我們現在已經把無線塗出來的發送端 裝到這台相機上面 接收端裝到這個螢幕上面 所以現在是一個即時的無線傳輸影像 所以我們藉著這個機會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延遲 它的吊格程度、它的穩定程度 你們自己看 那藉著這個時間我們就直接來分享一下 它的說明書上我們翻... Jesus Christ 把接收端放到這台相機上面 接收端放到這個螢幕下面 所以現在一個是...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把發送端 裝到這台相機上面 把接收端裝到這個螢幕上面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 即時的無線傳輸影像 那我們就一個時間可以 那現在我已經把傳輸... 我們現在已經把發送端 裝到這台相機上面 接收端裝到這個螢幕上面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 即時的無線傳輸影像 你們可以自己看它的延遲、流暢程度、吊葛程度 你們可以自己看 我們藉著這個時間來分享一下 我在說明書上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來跟大家做分享 它是零風扇的設計 就是金屬即可 完全不需要風扇 也不會有東西攪進去 也不會任何噪音 另外一個就是它有手機app的支援 目前是只有支援iOS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手機 可以看到訊號 不需要任何人接手機 你直接手機連上WiFi 就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傳輸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是SIMBLE Zo... ZoLink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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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可以完全的支援任何的其他的... ZoLink...ZoLink無線圖傳系列 所以我們只要有... ZoLink無線圖傳系列 所以不管你有1000的有其他的 然後或者是無線傳輸的螢幕 ZoLink無線圖傳系列 ZoLink無線圖傳系列 所以我們只需要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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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只需要在這個... ZoLink無線圖傳系列 或者是有其他的像是 這個我還沒有開箱的無線圖傳螢幕 都可以直接無線連接到我們的發送端 直接無線傳輸 就是在這個同一個系統裡面 都可以自由的搭配